大家好,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,黑豆被称为豆中之王。 在我们当地,黑豆还有一个美名,那就是黑美人。 请问大家,您那边是如何称呼它的呢? 黑豆它本身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,而且含有多种人体所需,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。 常吃黑豆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。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黑豆的养生吃法。 首先准备200克的黑豆,加入适量的清水,给它清洗一下,然后把清洗过黑豆的水倒掉,重新加入清水。 清水的量要没过黑豆,然后放在冰箱冷冻一碗,转天再取出来。 黑豆经过冷冻后,再烹饪会非常的容易软烂。 不仅是黑豆可以这样做,特别是不容易开花的绿豆,用这种方法会特别容易软烂,开花。 这是我经过一夜冷冻的黑豆,现在硬邦邦的,先不要着急取出黑豆。 先把黑豆放在一旁静置五分钟。 五分钟后,会很容易的把黑豆从碗中取出。 下面我们再准备200克的核桃仁。 加入适量的清水,把核桃仁清洗干净。 然后控干水分放在碗中,加入适量的清水,把核桃仁浸泡十分钟。 再准备100克的杏仁。 同样加入清水,把杏仁淘洗干净。 控干水分放在碗中,然后在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,浸泡十分钟。 再准备一把大红枣,加入清水,清洗一下红枣表面的灰尘。 清洗干净后,用漏勺盛出控干水分。 放在小碗中,加入适量的清水,浸泡十分钟。 下面再准备50克的黑芝麻,放在大碗中,加入适量的清水,把黑芝麻清洗一下。 然后我们在清洗干净的黑芝麻里面,加入适量的清水,把黑芝麻浸泡十分钟。 这会儿,冻得硬邦邦的黑豆,已经可以轻松的脱模了。 准备一个盘子,把黑豆从碗中取出来。 现在我们直接把黑豆放进锅中,加入200毫升的清水。 用中火,把黑豆煮五分钟。 趁着煮黑豆这个时间,我们把大红枣盒去除一下。 把红枣盒放在蒸盘上,然后用筷子从顶部往下一戳,红枣盒就愉快地被去除了。 很轻松,也很快速。 五分钟后,黑豆煮好了。 用漏勺把黑豆从锅中取出来,放在盘中备用。 煮过黑豆的汤不要倒掉,精华都在这里。 我们把黑豆汤倒进杯子里面备用。 这会儿,泡发好的核桃仁时间到了。 把核桃仁里面的水倒掉,控干核桃仁里面的水分,放在一旁备用。 再倒掉杏仁里面的水,再把杏仁控干水分,放在一旁备用。 同样把黑芝麻控干水分,放在一旁备用。 下面把沥干水分的黑豆倒进锅中翻炒。 开小火,先把黑豆表面的水分炒干,然后不停地翻炒。 家里如果有不粘锅,可以用不粘锅。 如果和我一样,用铁锅炒的话,那就要不停地翻炒,防止黑豆炒糊。 当黑豆炒成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黑豆表面一点水分都没有,黑豆皮全部爆开。 出锅放在盘中备用。 再把核桃仁和杏仁一起放进锅中,给它们翻炒。 一开始可以用大火翻炒。 等核桃仁和杏仁表面补水分后,再转小火翻炒。 大家请看,当把核桃仁炒成像这样,用手轻轻一捏,表皮轻松脱落就可以了。 把核桃仁和杏仁一起从锅中盛出来,放在盘中备用。 下面我们把黑芝麻倒进锅里翻炒一下。 一开始炒芝麻的时候,要勤翻动。 等芝麻不粘铲子时,就要把芝麻在锅中完全地摊开。 中途要一直小火。 等芝麻在锅中火爆烂跳后,且能闻到芝麻香后,关火出锅。 倒在小碗中备用。 用同样的方法,把红枣倒进锅中翻炒一下。 把红枣表面的水翻炒干。 炒干后,关火,倒进碗中备用。 现在,把黑豆倒进破壁机里面。 再把核桃仁,杏仁倒进来。 红枣也倒进来。 还有黑芝麻也一起倒进来。 盖上盖子,用破壁机的研磨功能,把它们研磨成粉。 期间呢,可以多磨几次,会更加的细腻。 打成粉末后,倒进大盆中。 我一共打了500克左右的黑豆核桃杏仁养生粉,将近一斤多。 接下来,开始把煮过黑豆的汤倒进锅中。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,然后加入100克的冰糖。 开大火煮开。 把冰糖煮化。 当把冰糖水煮成大气泡时,关火,倒在杯子里面备用。 不用刷锅,直接把黑豆、核桃、杏仁养、芝麻、红杂、养生粉倒进锅中。 开小火,把煮好的冰糖水少量的多次添加到锅里面。 同时用铲子翻拌。 最后,翻拌成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用手抓一把,能够钻成团就可以了。 下面取适量的黑豆粉,在手里揉一揉,搓成小圆球,就OK了。 大小呢,可以根据个人而定。 我一般就是搓成大拇指大小。 也可以搓成核桃大小,都可以。 把它装入盘中,非常好吃的黑豆丸子就这样做好了。 我先尝一口。 黑豆丸子这样做,吃起来香甜可口,满满的黑豆香味和核桃香味,真的是越嚼越香。 黑豆丸子还可以每天清早吃上两个,非常的养生。 坚持一周,睡眠好了,头发也黑了。 如果一次吃不完,我们可以盖上保鲜膜,放在冰箱冷藏保存。 放上一个月都不会坏,做法也非常的简单。 如果大家喜欢,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点赞,收藏,分享,交作业哦。 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,我们明天再见。